有沒有感覺公開後有鬆了一口氣 是的 就是說我跟我先生 唉 怎麼辦 我跟我先生 前夫 就是說我們都覺得公開這個事情 讓我們全家都鬆了一口氣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在很之前在 就是2019年一整年的時間 我們都在和平的協議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就是其實我們在年初 就已經簽字了 然後也正式辦離婚手續了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我很平靜 那是因為經過很多時間 很長時間的沉淺跟療傷 還有調整的 妳也是祝福她的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 就是現在的狀況 可能看起來是比較的平靜 跟比較的 跟她之間是非常的友善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經過很長時間的磨合 包括我們一起努力攜手 看了婚姻諮商 找長輩溝通 然後我在簽字前後 自己還花了很多金錢 精神 時間 犧牲了某部分的工作 甚至我很感謝我的母親 因為她其實身體還沒有完全 康復 她為了我想要好好地去沉澱我的 療癒我這個等於是婚姻碰到的困難 她給我很長的時間去獨處 所以其實現在的和平是 我覺得是我們攜手一起努力來的 有可能複合嗎 就是說 我知道就是大家很關心 就是我們之後的感情狀況 我一定要強調就是我們現在 兩個人都是單身的狀態 未來實在是不知道 但是短時間我們就是希望 以這樣的關係相處 因為真的 雖然說你們知道的時間比較晚 但是也就是這幾個月的事 我們還在磨合跟調整 如果再恢復 馬上恢復那個身份 其實覺得好像有點壓力太大了 所以小朋友都知道 爸爸媽媽分開了這樣子 我再次就是請各位朋友們 就是給我前夫還有我的孩子 非常平靜的生活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 但是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話 就會知道 我從來沒有過度的 讓我先生跟孩子 在媒體前面曝光 我也覺得我主要的身份 是一個媽媽 一個母親 只是我不再適合 成為別人的太太了 然後所以小孩子呢 因為他們是小小孩 在學齡前 也是很幸運的是 因為他們應該還不會用Google 搜尋這些新聞 請大家一定要很溫和的去 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有父母 我們也曾經是別人 我們也都是別人的孩子 我不要他們 因為媽媽是明星 以後就看到 就是那麼多我們離婚的新聞 因為我的孩子 真實的感覺是 他不會知道我們簽字了 可是從我們結束關係的 那一天開始 我可以感覺到全家的寧靜與放鬆 真的 我的孩子變得更快樂 然後我在這邊想要重申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感情非常甜蜜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都見證過 因為可能有些記者 還參加過我的婚禮這樣 我跟邵先生的感情 我們結婚八年 一直都非常的好 我們的關係都非常非常美好 我永遠記得 他對我的好 然後 我也希望告訴大家 就是 我 有一些綜藝節目的效果 真的只是玩笑話 就是因為 你跟你的閨蜜或家人很好 你才敢開玩笑 然後 我不太希望 就是大家 撿進去說 那是我說的 我沒有這樣說過 然後 我的先生也是非常幽默的人 所以 他一直 不會反對我在節目上 就是 可能 虧他 或看他玩笑 或是講家裡的事情 因為他知道那是我的工作 然後 可是 因為我們現在分開了 所以他不再是我的先生 那因為他不是我的先生 其實 就 我會調整我的言行 也請大家就是 嗯 多幫幫我 然後不要 這樣子的下標題 這樣子 自己還是相信幸福 相信愛的嗎 我非常相信愛 而且我也覺得 我值得 被愛 然後 嗯 我祝福就是 我祝福所有女人 都可以 勇敢的 追尋真愛 做自己城堡的女主人 做自己的公主 這樣子